明人继承了自来也的天真梦想 长门却在绝望中走向了相反的道路 天道将明人狠狠盯在地上 封锁了他的行动 长门说既然明人得不出自己的答案 就该用自尊的命来成就他的和平之路 初天望见这一幕 再也管不了许多 只身冲出来阻止天道 将藏在心中多年的身体 毫无保留的袒露出来 他摆出进攻姿态 却反手一掌打在黑棒上 想救出明人 天道忙将他震退 初天不顾伤势 再次冲向明人 又遭弹飞 天道挡在明人身前 初天健壮 双手凝聚查克拉 以柔步爽尸拳 近身和敌人缠斗 长门一时虚弱露出了破绽 初天击退天道 趁机飞身 打掉了一根黑棒 天道不再留守 初天被狠狠弹飞 摔漏在地上时 已经满面是血 然而他不顾一切的接近明人 哪怕前方是刀山祸海 连长门也为这份爱的勇气动容 然而爱也无法改变一切 他当着明人的面 亲手捅了初天 要让他好好知晓 痛苦的滋味 憎恨立刻将明人的心吞噬 就为查克拉呼吟他的愤怒 不断涌出 拨开人类的外皮 直接抱出四条尾巴 化身星红的狐妖 明人分裂身体 呼唤飓风 天道盲用神罗天真挡下 四条尾巴举土开岩 深深改变了周围的地形 明人低声咆哮 轮圈砸出炮弹般的盐块 天道画掌为刀一一招架 巨岩迎面押来 紧跟咆哮的铁圈 明人抡起烟板 狠狠将天道砸进了土里 你恨我吗 天道明知故问 以赤力推出身体 天地惶惶 雷霆落出 星红的魔物 开始长出层层骨骼 憎恨 已经完全抹消了明人的意志 我的痛苦在你之上 天道怒砸一拳 引出地下的热拳 刹那间 已形成惊涛骇浪 阴运水雾中 天道踏浪如飞 无端避开 四翼横扫的肠尾 摔上延岸口 天道以神罗天真为盾 挡下了密集的查克拉弹幕 还未传息 分散的弹雨又将它炸飞 天道反手斩落居圆 明人钻出时被树根缠住 遭到大火焚烧 他哀嚎一声 胸口的项链突然化作树岛青光 想要压制九尾 明人圣怒之下 一把捏爆了初代项链 九尾的力量再无束缚 他全速冲锋 掀起了阵阵狂逃 被神罗天真避开 然而明人硬扛斥力钻出水墓 一把捏住了天道的脑袋 将它打飞出去 狐妖射水灵暗 仰头开始凝聚查克拉 准备来一发维收玉 天道趁毒调食 以万象天影搬动巨岩 一声轰然爆响 维收玉没有伤敌 反而炸伤了明人自己 木叶忍者被G203的大动静 搞得提心吊胆 得知明人已经抱出六条尾巴 四处寻找大河来救场 可惜大河正在外面追踪都的下落 想要赶回已经来不及了 此时被镇压的明人狂怒更省 尾巴将巨岩捏得粉碎 九尾的力量果然厉害 天道暂时撤退 明人嗷嗷怪叫一路尾随 两人你追我赶 远离了木叶 天道越靠近长门 发挥的力量也就越强 是时候做个了断了 天道藏在树桩内 手中凝聚黑色引力盒 飘向空中 天道双手合十 发动能够一山造海 拥有神鬼之威的地宝天心 明人恶虎般冲来 被天道抬手摊飞 随着脚脚的大地 一起飞向引力河 天道爆喝一声 闪穿巨碎 地裂颜开 天空赫然形成了一颗巨大的岩球 明人徒劳的朝岩球喷射岩弹 却不能撼动他哪怕分毫 他被强引力吸附在岩球上 哑得动弹不得 不见天日 这一招毫无余力 几乎榨干了长门的力量 他相信明人再无翻身的机会 长门说 这阵长虽然看上去很大 但跟六道仙人制造月亮相比 不管怎样 九维总算不获成功了 精神世界里 明人迷失在了憎恨中 九维趁机蛊惑他毁灭一切 他等待这一刻已经太久 红色的查克拉疯狂涌出 九条尾巴刺穿了岩球 九维抛笑着冲出岩球 已经形成了肉身 他像恶龙般喷出狂叶 宣泄多年囚禁的怨毒 明人像失去心的傀儡般 一步步走向牢笼 即将扯下封印 彻底释放这条憎恨人类的妖狐 一名黄发男子突然出现 将他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周围见到此人 恨不得立刻将他生吞活泼 明人恶然望去 此人的封印上 赤条条五个大字 四代木火影 不封水门 明人的老爹 正是他将九尾封印进了明人的体内 他在八卦封印中 加入了自己的查克拉 在第八条尾巴出现时 就会现身阻拦 顺便看看自己的儿子 水门告知明人 16年前九尾袭击事件 是面具男所为 他才是小组织藏着最深的幕后黑手 佩云也只是受他利用的棋子 在探索和平之路上 水门相信儿子能找到自己的答案 言罢 水门最后一次重组了九尾的封印 耗尽查克拉消失 眼看九尾即将挣脱地暴天心 天道抖擞精神 准备造一颗更大的 使之九尾突然消失 明人竟恢复了理智 厂门终于立结 无法再维持言求 明人踩着崩台的落石稳定身形 刚才暴走时妙木山的影分身也消失了 他谨慎的仙树查克拉将是最后的机会 凯班姗姗赶回了木叶村 可惜八门顿甲错失了一次高光机会 明人忘记远处硝烟弥漫的木叶 还以为村子已经被暴走的自己毁掉了 他得知初天和大家都相安无事 不由欣慰流泪 也稳住了心神 对付着最后的强敌 可半点大意不得 明人希望和平安的本体谈探 却遭到拒绝 既然他找不到答案 长门也不想再和他废口舌 天道看出明人的仙人模式 最多只能用两发螺旋手里剑 一旦射偏 明人就输定了 这回他要将明人打个半死 绝不再留半点破绽 天道探身指刺黑棒 却被明人徒手掰断 明人打退天道 反手将黑棒扎进肉里 靠仙人模式的感知能力进行反探索 果然发现了长门的藏身地 长门恼羞成怒 明人趁机分身 搓出螺旋手里剑 再放烟雾的迷惑敌人 天道抬手用神罗天针挡下第一发 不料第二发竟是引手里剑 明人分身陷行破来 天道左右连刺后 弹跳躲开 失数还需三秒 但明人两发全空 百局已定 此时天道脚下的落石 百炎分体 竟然全是分身伪装 明人打军群起攻来 密集的拳头即将打中天道时 神罗天针独挑完毕 将他们全部弹飞 明人不断用分身抵住本体 想硬扛下可怕的冲击力 像你这样得不出答案的人 赶快放弃吧 明人灵灵败退 想起了厚色心人 四代老爸和卡卡西老师的嘱托 逝者们确实没有找到答案 但他们将找出答案的希望 托付给了自己 明人没有倒下 他扛住了无人能敌的神罗天针 天道抓紧喘息 明人趁机搓好了螺旋丸 准备反攻 天道知道螺旋丸是精神招式 自信明人冲过来时 自己早已独挑完冷却 谁料明人竟用分身抛飞自己 你就放弃让我放弃的念头吧 无妙未到 听到以贝鲁学文正面命中 轰然砸进瓦丽废墟里 最后的佩恩终于倒下了 然而明人离胜利还差一步 只身前去和长门谈判 他克服了自己的憎恨和杀意 坚定的相信自来也的天真愿情 长门认为忍者活在仇恨的诅咒里 他说 如果真有和平存在 我就将其紧紧抓住 我不会放弃 这句自来也写进《毅历人传》里的话 正是长门曾经所说 自来也以昔日的长门为原型 添加自己的经历 写下了这本处女作 名人不仅继承了主人公的名字 也继承了这份源自长门的初心和信念 简直就像宿命是然 长门最终被曾经的自己说懂 舍命发动了外道轮回天生之术 将此一种丧生的墨业民众通通复活 包括卡卡西 静音和身作 长门死后 小男带着他和冥厌的尸体脱离了小 将追求和平的大人交给了名人 名人在自来也的墨前祭拜后 作为打败佩恩的少年英雄 回到了墨业 曾经厌恶他 排斥他的村民们 此时争相为他喝彩 他已经实现了少年式的豪言壮语 让村里的人全部都认同了自己 甚至连小鹰都来投怀纵抱 拯救绝望中的女孩 并在他哭泣时 献上宽厚的肩膀 不正是英雄本色 一路卡想起过去种种 三代火影对他的嘱托 名人这一路的辛酸苦辣 不禁泪流满面 现在英雄就在眼前